本地接下来两周预计将出现更干燥炎热的高温天气 白天最高温度介于34到35摄氏度 当中的几天甚至可能飙升到36摄氏度 夜晚也会更加的炎热潮湿 气温估计在28摄氏度左右 气象鼠也表示 这个月下半旬有几天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暂的雷震雨 全岛也会在当中的一两天早晨时段 因为苏门达腊风飙来袭 出现夹杂强风的雷震雨